最近可能在昨天吳子佳的這場 其實就是自昨天下午大家看城市中 昨天晚上大家在看新竹的這場是吳子佳辦的 那他裡面就爆了很多的料啦說真的 還有講說沈慧紅在這個過年後呢 他有見過柯文哲 原本他要去接下一個北市府的職缺 然後還把綠營在新竹的一些布局啊 還有誰跟誰有內亂啊等等的戰情 全部都爆給了民眾黨的高層 那沈慧紅這邊競選團隊 他們則是回說 高鴻安啊你假借媒體節目之名 結果你是行民眾黨造勢大會之時 用這樣的方式來反擊 不過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沈慧紅的票還會持續在流失嗎 董哥 沈慧紅現在他因為找林志堅 來喚起過去大家對新竹市 這幾年執政的一些回憶 那他們覺得說 至少林志堅這幾年讓新竹有一些改變 老百姓應該看得到 所以林志堅只好乾冒大部位 因為一定會被問嘛 你就是一個操跑嘛對不對 那這個對他來講是很難為情的 可是當初的背景是怎麼樣 當初背景他新竹市長沒有當完 民進黨要他去選高雄 選桃園 那這個會背上落跑嘛對不對 那他那時候當然我相信 心裡非常掙扎 他原來不在 鄭文山所考慮的桃園市長的人選裡面 鄭文山也公開表明過 可是那時候當國民黨推出是一個 當過行政院長的人 那我們台灣老百姓你當過院長來選 表示你有多少的地位對不對 然後你是史丹佛大學的博士 這個博士的論文絕對不可能造假 這是美國非常資源的學校 然後他練的壽事 是跟蔡文同樣的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這一些 會讓新竹很多人覺得說 人家就是貨真價實的 那所以他們就只好從新竹 找一個 至少當過市長不要找立委 當過市長那比較 覺得比較襯妥 那我覺得那時候的 林志堅就想說好那既然這樣 你要我 提早 離開的話 那我也要指定我的接班人 他就找副市長沈慧紅 所以沈慧紅只好匆匆忙忙入黨 然後去參選 那參選他當然希望說能夠 延續 部分新竹人對林志堅的 好的印象 能夠當選嘛 可是沒想到林志堅去了以後 開始有論文門事件 沈慧紅當然受傷很大 那這一次吳子佳爆料 他的過程是怎麼樣 其實 大家記得 大概三四個月前 那時候就有爆出來的 說黃珊珊 找沈慧紅去接他的副市長 那時候媒體也討論過 其實他的過程不是這樣 這過程是怎麼樣 是七年 柯文哲找沈慧紅 沈慧紅原來在台北市政府服務嘛 他在市政府服務大概二十多年 那他最早的第一個工作是在阿里山 我是在阿里山認識他的 民國七十幾年 大概七十幾年左右 那為什麼呢 那為什麼他到台北市政府會離開呢 因為那時候很多人覺得說他應該是 到中央歷練一個中央的主要位置回來接交通局長 他的那時候被認為人力不錯 那可是事以願為為什麼 因為去剛好林志堅當選 林志堅就找他先去當交通局長 交通局長當了大概一年多以後就讓他接副市長 所以他們的他就覺得說林志堅是很賞賜他的 反而他離開台北市的時候 市長是柯文哲 柯文哲並沒有那麼賞賜他 那柯文哲七年找他是怎麼樣 就跟他講希望他能夠來接 接什麼呢 就是就是黃珊珊 一定會代表我們這個陣營去選 不一定掛台灣民眾黨的招牌 那你已經在新竹當過副市長 風評也不錯你回你來台北市接他剛剛好 那時候其實黃珊珊本來要早一點走 不會搞到這麼晚走 那這個就很順利的等於說水到其成 那沈瑞宏那時候不太願意 因為他很難去跟林志堅賞賜他的老長官 這樣開口嘛 所以這個事情呢 這事情因為為什麼 你如果知道台灣的政治你就知道 台灣的政治大概這 就是柯文哲還沒有選台北市長 或者他剛當然台北市長前面他四年 他在政壇裡面最好的朋友是柯建明 他們都是新竹人 他們所有東西都互相傲言 柯文哲當台大的醫生 被關收來的病患 有一半是柯建明的 你要讓柯醫師這邊幫你處理緊急的情況 一定要找柯建明這是眾所周知的 你要就那時候他們的交情是好到這樣 所以柯文哲跟沈蕙宏這段構成回去 柯建明就知道了 因為沈蕙宏一定跟他講嘛 所以因為他們一直在找我 但是我不會去怎麼樣 那柯建明就覺得你挖我的腳 因為這是我的徒弟的愛將 所以他就把這個過程 他就自己主動講 講什麼就是我講了三四個月前 那時候說黃珊珊要去找 沈蕙宏來接他的位置這個過程 那我交代這個過程 我是要告訴我們很多朋友 其實你在政壇上很多東西 你只要到最厲害關鍵的時候 過去的那些就變成虛情假意 即使那時候不是 但是為什麼變成這樣 因為政治我要有些東西把你爆出來 那吳子佳爆出來這個 他講的是說柯文哲找沈蕙宏來接參事 那就看清了人家了嘛 人家是副市長你來接參事 參事是一個幕僚耶 對不對 副市長如果在我們現在台灣政壇 他比照的話 他大概也大概13指等左右 你的參事也12指等 而且又沒有 沒有什麼位置 你要說我找你回來接副市長 那才是比較合理 所以吳子佳爆料 我覺得不太對的就是 參事這個位置 因為在台北市這種參事是沒有什麼位置 參事連坐車跟司機都沒有 你知道嗎就這樣 那他們是共用 就是這個參事真的有什麼特別需要的事情 就派車給他用 是這樣不是專屬啊 局長跟副局長 或者二級單位的處長 台北有一百多個處長 比如說公車處長 交通管制工程處的處長 譬如這樣講這些人都有坐車啊 那你給我一個沒有這樣的 我自己當然很清楚啊 這個不是 不是真正在提拔我嘛 所以我覺得 你要是把這些構成看了以後 就會發現 柯文哲 有時候自己的老大 他認為說我 我找你來 你接副市長 可是這個副市長可以幹多久 幹到今年年底 對 那我等於說背叛了我的林之間陣營來找你 因為柯文哲去年找他的時候 我們知道柯文哲跟 立營結列是2018年 台北市長行求連任那一年 對不對 民進黨派出姚文治嘛 所以你只要把這個過程看了 你等於說要沈慧紅去做一個背叛 對他很好的這個老闆 然後回到你柯文哲這裡幹一個 馬上就沒有位置的位置 那你這是什麼意思啊 你等於說我進來以後你就要把我找去 加入你的台灣民眾島嘛 你就是這樣 那這個對他來講根本就 覺得不公平啊 所以我覺得 你在 看所有的政治裡面 會發現 柯文哲有時候太異鄉情豔 那對沈慧紅來講 這一些 前面的那些引誘他沒有去 他這個時候 在選這一場 那林之間全力挺他的話 各位不要認為說他被林之間 害到現在一定輸高黃安 未必有 因為在 整個新竹的選舉裡面 民進黨是很會操作的 民進黨在新竹 當選購好幾次 本來新竹是藍大於利一點點 他從過去 蔡仁堅就當選購了 民國86年 那時候就當選購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們在操作裡面 他是有他的一套 他不必靠你說有兩個陣營在搶選票 一對一他也不防都讓 那我們看上一屆 喜明財 國民黨提名喜明財 喜明財當個市長 當個新竹市長 跟他選選書啊 國民黨提名喜明財三次 他也不夠當選那一次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 利盈在這裡是非常有人耐的 那我們看這一些 在新竹的選舉裡面就可以看到 這是 台灣民眾目前 唯一一直想說我們最有機會可以拿下來 可是他是不是也是最大的軟肋 因為很多人評估說 如果他現在這樣打高歡 其實就是打兩年後的那個 柯文哲 因為柯文哲年底卸任之後 他還是需要一個 這個根據地讓他持續的在吸收聲量 他就是覺得是在新竹啊 因為他如果哪叫新竹啊 他可以把新竹完成一個 跟 兩大黨執障台灣其他21個縣市 不一樣的 城市 對 他可以把它完成這樣 第一個 新竹是台灣最有錢的 收入最高的 那裡面很多東西 他可以 去 弄成一個 把這個 城市變得非常活力 很活潑 然後又跟其他 國民黨跟民黨 直接現在是 很不一樣的一些花樣 那這個對民眾黨來講 是他們手擅長的 柯文哲過去也很會操作這一塊 所以有這樣做基礎的話 那柯文哲就不會變成只是一個 光棍黨主席 因為我們知道他 年底卸了以後 就沒有什麼人回去報導他了 對不對 因為他 他現在有那麼多記者圍著他是因為他是台北市長 我們過去跑台北市長 當然我們就隨時 市長講什麼我們就寫什麼 他到哪裡我們就跟什麼 對不對 就這樣 柯文哲將來不會有人 專跑台灣民眾黨黨主席 這條路線 對 可是 在台北市 各 各媒體 都會有一個專跑台北市長的這條路線 我就是啊 沒錯 我就是跑這個跑 跑十幾元啊 對啊我從洗水德時代就跑啊 我正常跑這條線就是 只跟市長啊 所以 我每天都要寫很多東西 他們講什麼代表怎麼樣政策 那當然最精彩是 陳水扁跟馬航九 因為他們是明顯市長 明顯市長他的發樣 或者他的那個言論 代表的分量就很大 所以那時候 當過台北市長後來都當總統 就是因為他的聲量有夠大嘛 那我們看 柯文哲他現在 台北市他顯然 不會覺得有 有那麼贏的把握 可是新竹 贏的機會比較大 所以他們現在壓在這裡 那這就是柯文哲現在的想法 大家今天大報告啊 現在要來開Turbo 拼命月數了 正好你們動動手指 沖一波 請一起開啟小鈴鐺 轉發多多普克 來跟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呢 還有細菌在打架的時候呢 會變成什麼 變成水 沒有殘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個百字千次 其實也不會傷到你的皮膚 那家裡有小孩的孕婦都可以很適用 哪裡買得到水神生成機 請上快點GO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就會有折扣喔